你们出大经理了 让他把房子还给我 咱们公司干嘛 别在这儿丢人行吗 谁丢人了呀 是谁把我的房子卖了 占了我家产 让我不得不打官 这是我写的起诉书 特意亲自为你送过的 你不怕丢人是吧 好 我就当着大家面说 让大家评论你 到底咱俩谁不要理 你那个房子 首付是我付的 房贷是我还的 我凭什么不能买 我卖的是为了给爸治病 你是大哥 爸是病了 你不掏钱还让我掏钱 哎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说的爸好像赠我们 大刚一个儿子 爸 哎 小妹 你看看你二哥 自来面挣那么多 连给爸看病的吃都不愿意掏 胡说八道 我连老婆都没有 凭什么让我拿到房子钱 这么隔离死我都说话啊 不是大哥 哎 小妹呢 她不是有钱吗 这些年爸妈都是我们照顾的 这些医药费她不该出吗 哎 对呀 小妹你别抄了 爸的医药费我来说 昨天晚上 这么多 全家生活费都是我出的 甚至连你儿子的学费也是我拿的 我对这个家已经仁致意见过了 为什么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在我家里负一分钱 不是 至于你出给他也别多少 法院判决为命 你们就换爸的退休金吧 少是少了点 也比没有钱 凭什么不往家里寄钱 你不寄钱 不然怎么办 爸的病我会治好 之后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你不是说我有钱吗 你说对了 我有一笔额外的财富 上支付宝搜公积金服务 就能知道公积金里有多少钱了 我准备用这笔钱给自己买套房 你们给不了我的温暖 我自己给 你 保安 把他给我赶出去 有不准他进这个大楼 你给我放手 放手啊 怎么了张浩 你嫂子把你爸和一包要扔在我家门口走了 现在我妈正在逼我们俩分手呢 什么 咱们爸那边我肯定搞好 谁啊 妈 妈 妈 怎么回事啊 老三你自己干嘛 叫以前人来家里呢 眼里不是只有我个爸 你有把我当做过女儿吗 你别忘了 你还信是厨家的人 我从小就被送到奶奶 挑笋交装奖 什么脏火累活都是我来干 一到冬天脚上都是动创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你有进步当父母的责任吗 这不是你应该干的吗 你去个女儿 家里还能把你当人看吗 以后在家里 还不是靠这两个哥哥 别说了 最看乖的这家的毛红戏剧 都几次是人了 有手有脚的 好好礼品不要 非得折磨自己的女儿 你以为她不是人吗 你 你怎么这么凶致恶煞呢 这是我的家事好了 你跟外人差什么时候 家事啊 主意可是我女朋友 以后就是我的老婆 我已经为你们好菜 我老爷得给他们送回来 不然我早报案了 报案 报什么案 你们以为管你爸 往外这么一更就没事了 知道什么叫一七岁吗 这可是要坐牢的 今天 谁要去出这个门 我就去报警 儿子 你可不能再进去了 别别别哥 大哥我认错 我认错 你以为认错 我跟你说这事就结束了吗 这么多年 你从我这拿走的钱呢 房子呢 我都还给你 再写程度的时候写吧 好 你写吧 哎 写快点 写得到我所有 以后记住 不要再欺负我的女人 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 我还给你 我还给你